在突发异变的末世里 男人本以为找到了安全居所 没想到竟然是进了狼窝 里面的每个人都叫嚣着想要把他们拆吃入府 世界突发异变 虽然已经身处末世不知多久 上号依旧会做同样的噩梦 还穿着校服的自己看着好友被已经感染的腐蚀人淹没 然而现在不是伤感的时候 他还有身边这个像兔子一样乖巧的海秀需要保护 他这样弱小的存在本身就会招来无端的挑衅 即便他们这个小团体所剩的人已经没几个 更糟糕的是又有一个人被感染 身体已经开始变形了 可是这个时候又没人赶出来处理感染者 看海秀很害怕的样子 上号就说 别怕 我不会让你被攻击的 海秀当然相信 至于被感染的同伴 最后还是只能让之前就处理过队友的上号来解决 其他队友明明是自己不敢却在责怪上号冷血无情 可海秀很清楚 上号才是那个胆小心乱的人 即使在处理感染者也会轻声安慰说 不会痛的 夜晚 上号依旧做了同样的噩梦 从梦中惊醒就看到被处理的感染者的哥哥正盯着他说 你把我哥哥弟弟全部送去了另一个世界 我知道这是没办法的事 但是就像你说的 这真是个难熬的世界 没有怨恨就会活不下去 所以 我会一直盯着你 直到最后看看你会如何悲惨的死去 上号默默的看着对方离开 他没什么好说的 他只想守护身边的人 到了第二天 隔壁区竟然来人了 说他们那边都是老弱病残 需要强壮的人守护他们 所以过来寻求帮助 如果可以的话愿意分享他们的食物 剩下的几人还在庆幸中雨有吃的 可是走了几个小时才到的居所 虽然干净又宽敞 但是他们发现这里的人并不是什么老弱病残 正相反一个个如狼似乎 看到他们出现都饥可难耐的心酸欢呼 还在大声讨论着想要在这个末世里 久违地尽情黄欢满餐一顿 在末世里他只想保护好他唯一的弟弟 可条件竟然是代替弟弟成为这里老大的宣泄对象 上号几个人来到新的居所 看到突然涌出的一群健壮的男人 这才意识到他们上当了 其中一个一同的男人盯着上号说 我喜欢那个家伙 戴眼睛的那个 上号也注意到了男人的眼神 可这个时候突然一个黄毛出来扯着海袖叫嚣着 要先品尝这个小可爱 其他人不仅没有反对还在旁边起祸 上号直接撞开黄毛护住海袖 两个人就这样拉扯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黑毛 让黄毛收敛一点 看着好像挺讲道理的 跟上号他们说条件跟之前一样 帮助他们就会拿到食物 给上号一行人提供住所 可在黄毛的催促下 黑毛竟然说至于上号就直接杀掉就好 像他这种人留下来只会带来麻烦 现场的人都沸腾了 黄毛更是蠢蠢欲动 然而小队里却只有海袖敢挡在前面 黄毛还嚣张地挑衅上号说会把他挂起来 然后让他看着自己珍惜的海袖 是怎么日夜不休地接待这里所有男人 上号当然不能就这么做一代理 拿出刀准备自保 没想到一同男子不知道什么时候 竟然蹲在他的旁边说 你啊脾气得收敛一下 不然的话会死得很快的 你想保护那个男孩 方法很简单啊 你来代替他不就行了 男子在漠视基地里竟然背不进男色的老大选为了新娘 只因他戴了个黑矿眼镜 刚刚还在喧嚣着杀了上号吃掉海袖的男人们 在一同男子出现的瞬间安静了 男人走到上号面前 默默地让上号把刀收起来 还劝上号脾气不要这么暴躁 在这个地方会死得很快 上号虽然有那么一瞬间惊讶于男子的异样的同色 但他马上就意识到周围的变化 他再次向男子确认 如果自己代替的话 男人一脸得意说 看到了吗 这里没人敢捂你我 旁边的海袖本想说点声音 但是男人的眼神让人不含而立 想说的话也硬生生憋了回去 上号仿佛是下了什么决心一样再次去扔头 你说出来的话能负责吧 男人真是越来越喜欢上号了 转头再次跟黑猫说不准碰今天来的心愿 黑猫狠一呼为什么男人突然这样 结果黑猫说他要把上号带回去当新娘 所有人都震惊了 毕竟男人从来对这种事不感兴趣的 没想到一同男子说 我喜欢他戴眼睛的样子 这里也没有其他戴眼睛的人了 不是吗 说完便伸手让上号也把手伸过来 两个人最终牵手成功了 男人不要太开心 拉着上号就想赶紧回房间 只是万万没想到 这个一同男子竟然是第一次做这种事 这个男人是第一次选男人做新娘 竟没想到会如此满意 满意到不想新娘离开自己的房间 然而新娘却千方百计的想要逃离这里 自从牵手成功之后 到了一同男子的房间 两人反而显得有些尴尬 上号开门见山地 把他们带到这个据点到底想干什么 可男子全当没听见 反而问起上号的身高 还说不喜欢比自己高的人 上号倒是老实回答 179 不过那是高中时候 现在应该比你高了 男人就喜欢上号这要强的样子 男人缓缓解开上号的上衣又问 你有经验吗 你不是替别人来的吗 那得知道怎么做才行啊 毕竟我可是第一次做这种事 这话问的 让上号想起来 曾经为了生存吞生人类的记忆 不过男子也没给上号太多时间 嘴上说着想出去的话 看你表现 实际行动起来却是横冲直撞 我行我素 即使上号想拿刀反抗 也是一把拧住上号的手臂 力气大到惊人 上号一点反抗余地都没有 还笑呵呵地说 我现在心情非常好 我保证不会打你的 殊不知他接下来做的比一顿毒打 还要让人绝望 有那么一瞬间 上号仿佛在男人的身上 看到了俯视人的影子 另一方面 小队的其他异形人 也被飞毛安排了休息的地方 提供了足够的食物 可海秀看着食物心理 担心的全都是上号 上号其实并不是自己的家人 只是在一遍到来的时候 浑身是血的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 然后跟一个恶心的糟老头子 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 在末世里还是高中生的男人 为了生存忍辱服侍一个糟老头子 五年后的现在 他又为了守护珍惜的弟弟 尾身另一个男人 五年前 世界突发一变 还在上学的上号在学校里私立逃生 逃离之时 在走廊里看到一个男孩被感染者吞没 当时的上号没能够解救那个男孩 以至于到现在 他都会因为自责做同样的噩梦 也是如此 他非常珍惜现在跟在自己身边的海秀 无论如何他也要保护好他 即使一同男子在他身上索取 再多也不能放弃 恍惚间 他又梦到了被他抛弃在走廊里的男孩 可是从刚才起 一直有个声音在耳边呢喃 上号问是谁 一同男子对着上号说 我叫袁 你也千万别忘了 等上号再次醒来的时候 浑身上下感觉每一块骨头都在看你 旁边的男人还好意思说我可没答应 是你自己不小心撞的 当然上号不想跟他争论这些没用的 但是说好的 结束之后要放他们走 可男人当场拒绝了 还一脸文味的说 可惜了 我太满意你了 我不能让你离开 上号非常愤怒 但是他也清楚自己跟男人的实力悬殊 所以就跟男人说 那至少让我离开这个房间 找我的朋友 本来还以为男人会更加强横的留住上号 没想到竟然也会怕上号讨厌他 甚至还开玩笑说 看待多亏了我才保住珍贵的朋友份上 稍微原谅我一点吧 然后让上号吃饱喝不再离开 回到房间里的上号 实在是体力不支直接睡了过去 可一直在交集等上号回来的海秀 看到上号身上的伤痕 海秀在一次有了想杀人的念头 刚经历完一场生死历劫的炼狱 身体都还没有恢复 又要面对两男的选择 是外面的感染者可怕 还是这里的男人更危险 上号为了守护最珍惜的海秀 任凭一同男子予取一求 可海秀最不能接受的 也是上号这样的付出 五年前世界一变之初 上号为了躲避城市里的感染者 跑到了乡下 遇到了当时跟一个老头 一起生活的海秀 面对一直沉默的上号 海秀还会讲一些有趣的事情 让上号开心 可有一天晚上海秀 无意间看到一起生活的 糟老头子居然威胁上号为自己服务 无法接受这样事实的海秀 当晚就趁老头子睡觉的时候 结束了他的生命 他最不希望的就是上号 为自己委屈求全 而现在海秀再次看到 上号身上斑驳的痕迹 他再次向上号控诉 我不是说过不用这样吗 上号什么也没说 毕竟他们现在更重要的是 接下来的生存问题 他们一行人被叫到天台 黑毛开始给他们分配任务 是去对面超市里搬运食物 还很笃定的说 今晚外面的腐蚀人 全部都会移动到隔壁去 因为这里有个比怪物还可怕的家伙 他说会移动就一定会 同时还给他们分组制定了规则 上号跟海秀被要求只能一人外出 之后能安全回来那就是一家人 不回来那就杀掉剩下的 回到房间里的一行人 就在商量谁去谁留 就在上号跟海秀 就在争论到底谁外出才合适时 之前的黄毛又出现了 虽然是来送工具的 但是一看就没按好屁 看到上号便问 你们选好谁出去了吗 如果是你去就太好了 那样你就可以期待一下 我会怎么特别照顾你的朋友 不过还是让你朋友去外面比较好 你留下来就能死在我手里了 男人前一天还说着舍不得让人离开 今天竟把人拱手相送 男人还玩味的在一旁观看 果然相信作者是我太年轻了 上号一行人还在对外出安排有争议 这时候黄毛又出来挑衅 而前一天跟袁对练的上号身体 都还在忍不住颤抖 根本不想跟黄毛纠缠 这时候黑毛也出来劝黄毛说 上号是袁看上的 算了吧 可这反而更刺激到黄毛 说这么珍贵的话就应该贴身带着呀 干嘛放出来让人更心痒 更想要招惹一下了 没想到这个时候袁居然也出现了 还问黄毛那现在呢 转身又跟上号埋怨道 不是说了让你别离开吗 我就知道会这样 然而比起上号 更震惊的是黄毛 黄毛紧张之余也是非常疑惑 真的吗 跟这家伙 可接下来袁说的话 更加的激起了黄毛的胜负欲 袁居然让黄毛跟上号一对一解决 还说如果赢了上号随便他怎么处置 袁还贴心地给他们准备了场地跟观众 可上号前一天跟袁对练 销号的身体都还没有昏 从一开始就落了下风 重重地挨了黄毛一拳 接着又被紧紧扣给 虽然上号并不是黄毛喜欢的类型 但是在意想好像也不是不可以 毕竟是让袁满意的骄傲 黄毛戏谑地说道 真想看看你被我弄哭的样子 看着自己在意的人 在众目睽睽之下受欺负 之后还被另外一个人搂在怀里 男孩还能继续忍受吗 话又说回来 不自量力的小黄毛 抓人一领你是心高气傲 真动起手来你是生死难料 袁一句不要老在背后搞鬼 给你的时候就好好接着 结果黄毛真就跟上号开始了一对一的波动 虽然说上号体力问题一直处在下风 黄毛的手也不老实 反复上下摸索着调戏上号 人倒是看得美滋滋的 也不知道在打什么算盘 当然上号这边也不是随便让人摆布的 就在黄毛得意忘形之时 上号抬头一个猛击 再次让黄毛挂了踩 趁黄毛还没有反应过来 紧接着就掏出之前的小刀 扎在了黄毛的肩膀上 黄毛直接被扑倒在地 所以现在是谁在下面哭 上号冷漠地在黄毛耳边问道 气得黄毛一脚踹开了上号 还无能怒吼 你这家伙怎么会拿着刀 就在这个时候袁说话了 对 是我给的 你们说打起来就不能插手 可这个是我之前给的 所以没毛病吧 还好心地提醒黄毛不要马上拔刀 要是大出血可就危险了 这下黄毛更生气了 看着倒在地上的上号 再对上袁的视线 现在的黄毛是又气又怕 还好这时黑毛出来发话了 但他赶紧去出路 不然耽误了更吃亏 黄毛只好流着泪气呼呼地离开了 这时袁走到上号身边说 给你刀就是让你杀了他呀 斩草不出根 可是会后患无穷啊 可上号还没说什么 就体力不支地晕了过去 袁怜惜地把上号搂在怀里 轻声说你这么固执还不听话 之后得吃点苦头了 这个男人太善良了 可是在末世里 虽然宝贵但也是最致命的 就像袁说的 斩草不出根 之后必要吃些苦头了 跟黄毛决斗之后 体力不支昏倒的上号 再一次梦到了熟悉的场景 晕倒在宝剑室门口的男孩 走廊里的感染者们 还有 本不该出现在梦里的袁 上号瞬间惊醒 就看到袁的一张大脸 发现自己竟然躺在袁的怀里 上号吓得赶紧往后退 再一看竟然又回到了袁的房间 袁不得不提醒上号 只有留在他身边才是最安全的 可固执的上号就算痛得浑身发抖 也还在祈求袁能让他出去 可是 你刚才害怕了吧 我一直盯着你 所以我很清楚 你已经害怕到没办法坚持了 你 其实很胆小吧 袁就这样当面拆穿了上号的伪装 上号并不想承认 可无奈这些都是事实 暗自嘀咕了一句讨厌 居然也被袁听到了 上号恶狠狠地盯着袁表达自己的厌恶 可袁反而被感欣喜 我家宝贝还是第一次正眼看我 但是还是对我露出来讨厌的表情啊 不过也没关系 感情可以慢慢培养 只要留在我身边就能做我想做的事 听到这话的上号实在不明白 就问袁到底为什么要正对他 袁不禁觉得好笑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 对你一见钟情了呀 上号仿佛听到了世上最恶心的声音 袁看到上号的表情好受伤啊 另一边 众物圈养起来 甚至对他的反抗乐在其中 只因在末世里 他是唯一让男人觉得有意思的人 原来疯批染上恋爱毛 也是有些可爱属性在的 虽然被上号打得跟小猫抓过似的 袁还美滋滋地跟黑猫炫耀 黑猫也是无语 再看上号缩在角落里 跟炸毛的小猫一样紧盯着他们 这时袁给上号扔过去一瓶水 看上号老是喝了给袁开心的不得了 还说明明会扑上来拼命的家伙 却吃我扔的食物跟水 就连黑猫都不得不佩服这两个狠人 黑猫就问为什么不直接用链子拴起来 结果反而被袁反问 为什么要做那样无聊的事 那样不就看不到他想杀我的样子吗 黑猫再次无语 可以说他俩在的地方 黑猫是多一秒也不想待 可没想到袁竟然想亲自给上号上药 还让黑猫帮忙 该说不说袁要是想强硬一点 上号还是一点招架余力都没有 看药上的差不多了 黑猫最后问关于黄毛怎么办 本来成员内部队员就有意见 可袁哪会想那么顿 直接甩给黑猫去处理 毕竟也是为了这种时候才带上黑猫 领走时候黑猫还劝上号 还是实相点接受袁 否则给他弄烦了 怕是好日子也到头了 见上号不吱声 袁敢忙安慰说他吓唬你 我绝对不会厌烦你 另一方面海秀一行人也带着食物回来 还在庆幸袁说的真准 真的没有腐蚀人的时候 才发现其实黑猫也不确定 袁说的到底准不准 完全是被利用了 至于黄毛来找上号的他 真是看到了不得了的 人终于认清了现实 这个疯子根本就不会让他离开自己 可面对海秀悲痛的控诉 男人又能做什么呢 给善号上药时就已经跃跃欲试的袁 到底还是在上药之后 第一时间贴到了善号身上 而这一切刚好让路过的黄毛看见 然后又默默地离开了 作为让袁开心的奖励 袁说可以让善号再提一个要求 也善意地提醒善号这次要想清楚 不要像之前一样之后又后悔 善号还是那句我要去找我的朋友 不过这次的善号也长记性了 知道之后还要再回到袁的身边 看到善号回来的海秀 还开心地告诉善号基地正式收留了他们 因为他拿到了食物 炫耀式地说着没有善号自己也能做到 还叫善号一起吃自己带来的食物 可善号也只是夸了一句做得很好 然后说就是来看看 一会儿还要走 海秀没办法接受 质问善号为什么还要回去找那个混蛋 看善号漠不出声 海秀压抑已久的情绪终于爆发了 冲着善号咆哮着问 他们说的那些话是真的吗 你是自愿的吗 你要抛下我一个人吗 善号没有回答 只是低头说我知道这些不是你的真心话 这一下海秀再也装不下去了 直接扑到善号的怀里 一遍遍说着对不起 又一遍遍说自己好害怕 从来没有分开过这么久 真的好害怕再也见过 满心满眼都是自家媳妇 哪怕外面大批僵尸横行 所有人都胆战心惊地守在自己的岗位 唯独男人只想安慰媳妇 跟海秀见过面的善号越发确定要跟海秀要离开这 海秀也非常赞同的点号 但是还是很担心 袁能这么轻易让善号离开吗 善号当然也明白很困满 可他还是没办法接受袁 而另一方面 袁却像个被冷落的小媳妇 嘟闹着善号什么时候回来 基地里的黑毛还在担心 对面银行里驻扎的人里来的军人 很有可能会来抢他们的食物 还想问袁要怎么办 可袁却在掐着手指数着时间等善号回来 根本没在乎黑毛在说什么 看黑毛发火了 袁才慢悠悠地说 直接把那帮家伙送走不就好了 也不等黑毛再说什么 也不顾善号的挣扎 直接抱起善号就要回房间 还贴心地安慰说 知道你想跟朋友玩 但是今天先忍忍吧 今晚会很恐怖的 胆小的善号待在我身边就不会害怕 留下来的几个人还在说善号这下有福了 听得害羞又要黑化了 而这时的黑毛就安排两人看大门 本以为会是有僵尸进来让他们开枪 没想到黑毛却说是活着的人类 因为今晚会有大批腐蚀人涌进对面的银行 开枪要杀的是对面跑出来的活人 到了夜晚 果然如黑毛所说 伴随着恐怖圣人的嘶吼声 门前竟是被撕咬的求生者 经过一晚上恐怖圣人的洗礼 大楼外面满是断肢残骸 善号一行人被叫来清理现场 不过他们也在嘀咕 昨天大门玻璃明明都已经碎了 可是那些腐蚀人一点没有要冲进来的迹象 在回想之前黑毛说过的话 难道那个人真的可以操控腐蚀人吗 这样的话善号在他身边怕是会有危险吧 一旁听到这话的海秀却默不作声 因为善号答应过他会离开这里 会再回到只有两个人的生活 只是现在要先准备一些之后需要的食物 所以他决定相信善号耐心等待机会 而善号这边也是在圆的房间里偷偷藏着食物 因为他知道其他地方都没有这里安全 但是想到圆又是咬牙切齿 可是又没办法报仇 就想再去找海秀商量 结果路上又遇上圆 有些不满到你又要去见旁龙吗 善号根本不想搭理他 可圆却像个受委屈的孩子 说自己好无聊好孤单 想让善号也多颓赔他 善号忍不住反驳到条件是你自己答应的 没错是我答应的 但是最近觉得自己有点亏啊 所以留下来吧 让我确认一下受伤的地方有没有恢复好 善号瞪大了眼睛盯着圆 他知道自己其实没有拒绝的余地 一不做二不休 索性让圆快点结束之后自己好离开 可善号万万没想到 成天窝在房间里的圆 竟然又学了不少心动 在一同男子的统治之下 男人终于决定了离开的日子 并且为了离开前身体不再受伤 竟主动要求一同男子做事前准备 等陪园完够之后 善号带着食物拖着疲惫的身体 回到海秀的住处 路上遇到之前的同伴 善号下意识地把食物藏在身后 同伴虽然有些生气 但是看到他有气无力浑身发抖的样子 还是好心地上前扶了一把 好巧不巧碰到了被园掐过的地方 同伴瞬间意识到了问题 也非常不解地质问善号 为什么要蠢到一次次送上门 可还没等善号说什么 赶来的海秀不乐意了 等回到房间之后 海秀再也忍不住地问到底要什么时候离开 善号想着要有不够的食物 可能还需要两个星期 可海秀觉得太久了 两个人拉着过后决定五天后离开 而另一方面 还没死的黄毛也在密谋着离开机 拿着之前抢来的武器跟定式炸弹 想着即使要离开也要先把这个基地炸 不然活着的园未必能放过自己 另外走之前还有一样东西要带着 不用想也知道必然是我们可怜的善号 可现在善号更主要面对的问题是园 一直是小打小闹的游戏到底是满足不了人 善号本来想着五天后就离开了还是忍一忍的 但看圆的架势 如果现在受伤的话恐怕之后会更麻烦 情急之下善号叫住了圆 让圆先听他的 先做准备 打开新世界大门的男人 沉浸在新世界几天几夜不愿离开 丝毫不在意正在靠近营地的俯视人 以及个怀鬼胎的其他活人 看着越发壮大的圆 善号也忍不住说一句怪物 可圆根本不在乎 这么说他的人多了去吧 可善号感觉自己肚子都要破 歇斯底里的制止园 可原像是恶极的猛兽 狼吐虎咽地吃着眼前的食物 除了喝水的空隙 善号根本没有缓冲的余地 就算黑毛在旁边提醒说有俯视人聚集在周围 园也是完全听不进去 黑毛也懒得跟疯子计较 只是看着这样忙得不可开交的两个人 黑毛也不禁有了自己的想法 另一边 跟善号约好周五就离开的海秀 终究是没能等到善号的到来 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楼梯间 一遍遍问着为什么 然而善号并没有忘记跟海秀的约定 他只是感受不到时间 刚有空休息 就说恶之走了圆 而自己颤颤巍巍地起来 去翻柜子里为海秀藏着的物品 还想着现在应该去找海秀 没等到善号的海秀终于爆发了 而准备离开的黄毛也终于对善号下手了 原来海秀在腐蚀人爆发之前 在学校就一直遭受霸凌 可回家之后反而被母亲嫌弃 就知道在学校给母亲丢人 面对开门的霸凌者母亲 一边说着你儿子在学校欺负我 你知道吗 我是来教训你们的 一边直接手扔了对方 之后默默把门关上就离开 紧接着小区警报响起 墙内院子里就传来了撕心裂肺的惨叫 而现在一而再 再而三地面对善号的隐忍付出与失约 海秀把砸碎的玻璃握在了手里 而另一方面 毫不知情的善号拖着颤抖的身体 只想尽快回到海秀身边 可善号怎么也没想到 半字的孵如其来爆炸声 黄毛会出现在他的面前 并且不由分说地向他袭来 根本就没有反抗余力的善号 话都没说完就被黄毛反复撞在墙上 而看到还有一时的善号 黄毛更是加重力道 再一次拎起善号直接砸到墙壁上 终于善号还是昏了过去 这下黄毛可算有机会对善号出手了 怎么说呢 可以是圆 可以是没出场的白毛 甚至可以是黑化的海秀 但我真的不希望是黄毛 千万不要啊 我是真服作者了 善号都要被黄毛吃了 血液上涌的黄毛立马就想原地生吞善号 善号也因为不是逐渐又恢复了意识 竭力反抗黄毛 这下更激起了黄毛想要霸占善号的降举 又是靠着自身的蛮力让善号束手无策 还嚣张地表示今天就要带着善号离开基地 甚至狂妄到要让善号以后的生活都将为他所 这边如此紧张 可另一方面 毫不知情的员还悠哉悠哉地拿着食物准备回房间 好巧不巧又遇到刚好拿着玻璃碎片出来找善号的海袖 又在千军一发之机园出现了 这种浅尝折指的程度在我这就不算抹补 但同时整个基地也被俯视人侵入 接下来白毛会出现吗 大概是紧张得善号太用力了 黄毛根本没有足够的空隙 就在黄毛想要强行闯入时 扣住善号的手臂直接凭空斩断 一时间两个人都震惊了 黄毛还在痛苦地哀 而倒地的善号回头就看到了圆 他就那样冷静地站在那里 然后一言不发地蹲下来看看善号 再看看旁边散落的食物 突然低沉着嗓子问道 说是肚子饿 让乖乖在房间里等我的家伙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难道是要逃跑吗 而黄毛那边怕不是疼的脑子不好使了 这种时候还在对着圆发问手臂是怎么做到的 见圆不回答 又把矛头指向善号 怒吼道都是因为你 自从你来之后 我先是被刀子捅 接着手臂也没了 都是因为你 你要付出代价 我要把你撕碎 就连尸体也不放你 你是属于我的 我 我要把你带走 袁就说你马上就要死在这 你还能做什么 说着就在靠近黄毛 这给黄毛吓的 可偏偏就在这时 善号上方的屋顶出现了坦坦 袁立马用身体处住了善号 看着这样的云 善号应该也会有所动容的 紧接着就是接二连三的爆炸 基地其他人乱作一团 这时黑毛才发现 之前破碎的玻璃根本没有进行修复 大量腐蚀人在涌入基地 原来负责修复的炮灰甲 原那么护着善号 即使再不甘心 黄毛也选择先保命逃跑了 留下原扶着善号出来 基地到处被炸的面目全非 可偏偏又能让善号看到对面的海秀 而海秀当然也注意到他们 在看到原搂着衣衫不整的善号时 他已经听不进善号在说什么了 他大声质问善号为什么没有来 为什么会那个样子站在那 说什么都是为了我不堆 别开玩笑了 他们说的一点没错 你就是烂抹布 自己舒服了才不想来 海秀越说越激动 最后近乎咆哮着说善号是我 可同时海秀的周围也全部坍坍 而善号这边地面也哭现了烈 伴随着腐蚀人的嘶吼 与其他成人们的坍坍 善号这边也出现了坍坍 远不见了 善号的腿也受伤了 而这时 当初说要盯着善号会怎么死的 胆小男孩出来说话 问善号怎么还没死 可又立马意识到危险就又跑 留下倒在原地的善号 最终还是崩溃的哭了 这大概是他这么久以来 第一次门过的哭起 就这样倒在即将倒塌的废墟当中 回忆着跟海秀曾经安稳的时光 仿佛又有了动物 刚想起身 抬头竟看到腐蚀人 已经走到自己面前 抬头就看到腐蚀人 近在咫尺的善号 这大概是他离死亡最接近的一次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那张腐烂的脸靠近自己 如此近的距离 即使没被咬死 也快要被熏得窒息 可就在下一秒 腐蚀人静止地走了过去 就在善号还没有反应过来时 其他的腐蚀人也都路过善号 就那么走了过去 再抬头一看 竟是圆在腐蚀人之中走了过来 圆看着善号 心疼地问怎么哭了 之后善号就到了个安全的地方 圆找来了医疗箱 还说从小时候就是自己生活 所以很擅长做这些 而冷静下来的善号忍不住 就问之前黄毛的手臂是怎么做到的 圆还故作不高兴的样子 说不想告诉善号 因为善号说自己是怪物 生气气 就在善号有些不知所措时 圆又立马改口说 开玩笑的 希希 善号对我感兴趣那是多难得呢 想知道的我都告诉你 然后就说只要把指甲变得锋利就可以 善号还有些吗 圆就说自己跟腐蚀人差不多 是可以变形的 要说不一样的地方的话 自己是可以随着意识控制的 不过最近也有不受控制的时候 就是跟善号一起做运动的时候 所以其实还有点担心 以后跟你运动久了 自己会变成什么样了 还有呢 还有什么好奇的吗 听到这话 善号意识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想问的太多了 腐蚀人不攻击他也是因为圆吗 他如果不是人 那是什么呢 可是当下善号只想离开圆 圆问他要去哪里 善号就说现在已经没必要再跟他在一起了 圆就说是去找你的那个朋友吗 我好像知道他在哪 一听这话 善号又不得不问圆到底什么情况 原来当时坍塌时 黑毛就在海修身后 应该是黑毛带走了 而带走的地方应该是比这更大的机会 当初因为圆不喜欢才出来的 现在想必黑毛是又回去了 而想要被接纳 肯定是要带些人回去的 海修大概也在里面 善号就问圆那是哪里 带他去 可圆却非常傲娇地说不要 你之前是想抛弃我逃跑的 宝宝不开心 宝宝生气气 你说怎么办吧 都说生气气了 你自己看着办吧 不得不说善号也是会哄人的 圆就说我给你的食物你放着不吃 又说饿让我出去拿 就是为了逃跑 你总是骗我 我有小情绪了 我不高兴了 你问什么我都不会告诉你了 哼 看着一屁股坐在地上的圆 善号真是气炸了 再看圆整那死出表情 善号不得不让自己冷静下来 经过这么些天的接触 忍不住嘴角上扬 嘻嘻 这么好的机会 圆当然要多试试之前没有试过的游戏 至于善号也只能配合 毕竟怎么说也要让圆心情好起来才行了 善号终于穿衣服了 只是没想到居然还有其他变异者 而圆也并不会操纵丧尸 善号也仍然没有放弃寻找海秀 经历了一场风波之后 善号大病了一场 惯性的是在圆的照顾下也完全康复了 这时的圆还不忘邀功 你还记得你刚才冷的直发等都不让我走 还是我给你擦汗胃水的 我还是第一次知道照顾人会这么开心 没有我善号什么都做不了 其实也不是 就比如现在 衣服还是得善号自己找才有的穿 等善号腿也好差不多了 就准备按原定计划去找海秀 结果就在路上遇到一个红桐的女人 嘴里还喊着孩子孩子 看到孩子了吗 看到善号震惊的样子 还好心提醒说别害怕我不吃大人 只是熊孩子 一时无法接受的善号还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走来的圆回答了 这里没有小孩 接着女人就晃晃悠悠的说着肚子好饿 得找孩子 就离开了 看善号一直不吱声 圆就主动解释说那个女人也是腐蚀人 善号不理解 腐蚀人也会说话吗 圆就说确实 白发红脸皮肤苍白还会说话 乍一看是挺像人类 不过她们确实是感染者 或者可以说突变体 这种我以前也只见过一次 好奇的善号就问你也能操纵这种类型的吗 你不是能操纵腐蚀者吗 这话说的 直接给圆都乐了 连笑呵呵的表示自己根本没有操纵他们 只是在跟他们对话 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能听到他们的想法 他们也能听到自己的 只要我跟他们说大部分都会答应 不过为了表示尊重我还会用敬礼呢 你知道吗 最近我最常说的就是请不要攻击善号 善号不明白也不理解 就问圆是你让他们闯入基地的吗 圆说那次自己说的话不起作用了 他们是按照本能行动的 这点也确实有些奇怪 说着说着 他们又找到了新的住所 更舒服的是里面还有舒适的床铺 善号有些着急 就问圆什么时候能到达目的地 圆说如果是自己一天就够 但是要配合善号的速度差不多需要三天 善号就说没这个必要 就按圆的速度来 可圆就说那就让自己一直抱着善号 那样就按善号想要的速度来 善号真是一人在人 可圆还是没有打算让善号清静 善号真是忍无可忍 就问圆都不会腻吗 可圆却说跟喜欢的人做开心的事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别说会腻了 根本吃不够啊 原来圆说的只见过一次的突变体 就是他的母亲 而圆竟是俯视人生下的孩子 找到新的住所的善号 其实并不想过多停留 可圆觉得这么舒适的床铺 不好好体验一下真是浪费了 还说善号生病的时候明明挺年人的 尤其是昏睡的时候 特别愿意跟圆聊天 还把自己的生日告诉了圆 善号不敢相信 一时不确定自己到底是说梦话 还是被圆操控了 可圆并不在意 只是紧紧地搂住善号 说自己什么都不会做 像个撒娇的小猫靠在善号身上 还问善号有没有什么好奇自己的 比如生日之类的 也不等善号提问 言自故自地说是5月12号 我出生的日子 也是受诅咒的日子 原来当初怀有身孕的圆的母亲 被俯视人咬了 老人家痛哭哀求 可社区里的人都害怕被感染 别说帮忙了 反而直接将母女赶了出去 只有一个好心人 抱着受伤的母亲 跟着老人家来到了一个偏僻的住所 好心人劝老人家 在母亲还是人类时送走比较好 可身为母亲又怎么会轻易放弃 于是两个人决定就在这个地方安置下来 可被俯视人咬过之后 便一直不过是早晚的事 某天回家的老人家 就看到了圣人的一幕 自己的女儿已是满头白发 双眼赤红 嘴里还反复说着自己不会死的 自己要把孩子生下来 谁都不会死的 我的孩子要出来了 为了自己的女儿 老人家也不得不接受 直到有一天 在门外就听到了女儿的叫喊 赶忙跑回去开门一看 自己的女儿已经生了 可却一直惊恐地喊着怪物 怪物在顺着期待延伸的方向一看 是可爱的婴儿园宝 今天是宝宝园特辑 园从出生开始 不被祝福就算了 甚至就连亲妈都恐惧她的存在 女人跟老人像对待野狗一样去感她 可园很乖 不哭也不闹 不管大人们对她表现得多么厌恶 她也只是瞪着大眼睛默默看着 然后等老人出去寻找食物 女人独自昏睡的时候 偷偷爬出来 像个小奶猫一样乖乖地缩在妈妈身边 老人虽然很嫌弃这个不祥的孩子 但在回来的路上看到一本童话书的时候 还是捡了回来 一到家女儿还是不愿意吃饭 一把甩开了老人递过来的饭团 刚好掉在了袁宝宝面前 就看到小小一只的袁宝宝 哒哒哒地爬出来一把抓过食物 又哒哒哒地跑回角落里 开始凹恩凹恩被吃了起来 气不过的老人家呵斥宝宝滚圆点 不要让他看见 而袁也只是咬着饭团又往里缩了缩 又到老人要离开的时候 看到了捡回来的童话书 我猜老人家内心也很矛盾吧 虽然厌恶 却仍旧于心不忍 然后就这么把书扔到了宝宝面前 之后就直接离开了 而独自留在房间里的女人 到了夜晚开始浑身疼痛男人 而小小的袁此刻的注意 全在那本书上 也不知道他看不看得懂上面的文字 但是上面图案他看得是非常着迷 那是一个充满梦幻的神奇事件 里面有个戴眼镜的叔叔 会领着一群小朋友环游事件 还会一起出海远洋 小小一只的袁宝宝 完全被书里的内容迷住了 仿佛他眼前也出现了一个戴眼镜的叔叔 也牵起他肉嘟嘟的小手 带着他一起走遍外面的世界 他觉得一切都那么兴起 那么美好 袁宝宝就带着微笑进入了梦乡 而与之相对的是 他的妈妈目前状态非常不好 躺在一旁苦苦挣扎 等女人再次醒来的时候 感觉腿上什么东西毛茸茸的 下意识地收回了脚躲开了 可再仔细一看 原来是袁宝宝小小一坨蜷缩在那里 而此时的女人也冷静了下来 竟然又把腿伸向了宝宝 好让宝宝靠在自己的腿上 虽然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但作为一个母亲她也很难过 而宝宝园终于靠在了妈妈身上 完全沉浸在美梦当中